7月12日江西釜州 爷爷不会在手机上打字 却突然打字发微信让转一千块钱 孙子感到不对劲 看监控发现有小偷果断报警 最后查出该小偷是自家一亲戚 表姐方女士介绍 该亲戚有前科 知道外公是一个人住便来家里偷窃 还拿外公手机向家人发微信要钱 因为不怎么往来 只有长辈之间相识 表弟没有认出这个亲戚 最后家人协商后 决定私了出具了谅解书 希望大家多关注家里的独居老人 你不是来赚钱的 你是来送钱的 日前 苏州市科技城派出所佛警王志勇 接到一个电话称 提供刷单兼职 进群就能领红包 他判断是诈骗电话 添加了对方微信 进群当卧底 群内几乎都是诈骗分子的小号 就在他们用红包与诱导群内人员 点击不明链接时 王志勇立即在群里喊话提醒 被踢出群聊后 他又联系了多名群内网友 进行一对一反诈宣传 你不是来赚钱的 你是来送钱 群内的骗子 你们要立即停止你们的诈骗行为 中国人不能骗中国人 就不要急 看他发了 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会有人去点了 甚至是已经点了 我就赶快去发 那我们及时进行劝阻 诈骗分子 你给我一个公安机关人员打电话 总归我要跟你过过招呀 会会你呀对吧 看看你到底有几斤鸡两 发现里面90%以上 都是那个骗子的小号 然后还有几只是那种 带载的羔羊 就是这种熟悉的套路 熟悉的配方 就是我们一看就很明显的是 刷单诈骗的一个微信 他们那个群主啊 包括一些演员呢 演员123呢 这样子看他们怎么去表演 最强的名额有限 操作开始了 其他骗子开始跟风 都在讲 我收到钱了什么之类的 希望什么的 也是来调动别人 告诉别人 哎呀你看 其他人群里面 其他人都领到了 这怎么可能骗的群呢 已经TT888提出群了 我想这个时候 我即使也挺着急 这些骗的群的话 也不能让它留在这里 那这些人的话 还会继续骗其他人的 然后我就进行举报 刷单本来就是违法行为 凡是以刷单为名的兼职 都是诈骗 请大家不要轻信那种 来历不明的链接 尤其涉及到 自己往来的时候 各样补好自己的钱袋子 以免上当受骗 山东济南一名27岁的女生 因呼吸困难 四肢麻木 肢体抽搐到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就医 被诊断为呼吸性减中毒 原因是父母不停地催婚 终于忍不住和父母大吵后 就出现了症状 对此 陈良医生表示 呼吸性减中毒 大部分原因 是情绪激动导致的呼吸困难 提醒大家要适当地控制情绪 若症状不能缓解 应立即就医 涉事司机被采取形式强制措施 7月19日 河北石家庄正顶公安交警大队 发布警情通报 称18日在阳区县 与新城大街交叉口一半挂货车 撞上一辆同向行驶的电动车 造成四人死亡 货车驾驶人韩某某 男36岁 已被采取形式强制措施 此前 有目击者称死亡的四人 系附近南牛乡村民 都是十多岁的孩子 事发时四人同乘一辆电动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